字幕提供 據說人是有三魂七魄 當經歷一些重大事件或嚇一嚇 分分鐘雲拍不齊 這集這位嘉賓曾經目擊一宗自殺個案 還看到當事人的靈魂 從自己的身體飛出來 雖然事主真的大步纏過,沒有死 但真的三魂不見七魄 究竟時候如何收貨 馬上開始《總有一瓣喺左近》 歡迎收看《總有一瓣喺左近》 這集這位嘉賓也算是一位有靈異體 即是朋友上人和我們聊天 Ewan,你好 大家好… Ewan,你好 我想問你如何發現自己有靈異體質 我經常感受到他們的存在 是見過一、兩次 即是實體 對,但感受是會感受到的 我一旦感覺到不乾淨 我的頭髮就會很痛 是小時候已經是這樣 還是到你出來工作才是這樣 我想是近幾年 其實我接觸了身心靈的東西後 越來越感受到 即你有學習嗎 對…我自己有做仲缽 冥想得多,就好像開通了一些東西 但你問我,其實我不太害怕 不過我知道你從小到大 人家臨訓前的爸爸說了童話故事 但他全是說鬼故事,哄你睡覺 對… 但他有一個重點 其實他每次說完都覺得 我不需要害怕鬼 因為他覺得鬼不需要害怕 你是一個人 應該能力比他更大 不需要害怕他 他不斷在你床邊說 你的頭髮掉了,你不用害怕 他也很好笑 但他說的事也挺害怕 我小時候聽說的 我分享一個來聽聽 其中一個是說我爺爺,即是他爸爸 他說他以前住在薄芙林 那條村有很多條巷 我們住的那條巷一頭一尾 剛好住在中間 因為家裡沒有洗手間 舊樓那些 要走出去 要走出去旁邊的建築物 才可以去到廚房和洗手間 他去了洗手間,鎖完出來 他看見在那條巷的頭上 有個白白站在那裡 即時意識到 他覺得是前幾天過世的旁邊 一位老人家… 即是鄰居認得 鄰居認得 他很害怕 向後打算離開的時候 在巷尾後,爺爺就站在那裡 爺爺跟他說 我想帶你去玩 我爸爸當然很害怕 心想無故… 不是犯老公 他聲稱說不是 因為前面也有,後面也有 但還是趕走到伯伯那邊 因為有更多空間離開,爺爺比較近 所以他很害怕地向伯伯那邊走 即是不怕別人,會害怕爺爺 因為他打算這樣離開回家 但可能那位是他爸爸 哪位是爺爺 即是爺爺 對,但不知道,那一刻很害怕 因為兩人都已經不在人世 即是離開了嗎 對,兩人都不在人世 是否認真聽故事 然後他就這樣向家的方向走 那位伯伯就這樣在這邊圍他 兩人一起圍攻他 他就這樣轉回家 馬上拉到那裡閘 以前舊式的那些屋 是拉到那裡閘後 有一塊布遮蓋,有私隱 但其實那塊布是沒用的 你還是看到有家 結果兩位,爺爺和伯伯 就站在那裡閘 然後就看進去看著我爸爸 我爸爸立刻很緊張 衝過去叫他媽媽,叫他媽媽 叫他媽媽,叫他媽媽在門口… 然後媽媽一定會起床罵 亂說話 然後他走過去,帶他去看 好像電影一樣 永遠走過去,那些東西就消失了 之後開了集體 在地上有兩灘水 為甚麼是水 可以解釋一下嗎 沒有,解釋不到 但爸爸本身是有忠有信仰 還是他不信 牠在家裡不信 完全不信 完全不信 但他經常都撞到 另一宗是關於你自己,是嗎 另一宗是 因為早前有位朋友買房子 我們說起空窄的問題 我手行無緣無故在家裡搜尋 我家附近有否空窄 不知道大家有否這些經驗 習慣 我天天搜尋 我做節目 我突然發現我家附近有很多人跳樓 我便想起大概10年前 我目擊過一個人跳樓 當時我在房間用電腦 然後我聽到窗外有些擾讓的聲音 我那幢大廈是在山坡附近 所以旁邊的樓是比較低的 因為它在地上 我剛才看見窗口 我已經看見天台低一點 我一拉開窗口 看到有一個男人坐在窗邊 不是窗邊,是天台邊 對,坐在天台邊 準備向後走 對 但他這樣坐在這裡 背對著外面 對 他這樣就跌倒了 然後我即時大叫在我的房間 媽媽,有人跳樓 然後我媽媽立刻很緊張 說不要告訴我… 然後她拉了窗簾 但她說你看她跳了沒有… 然後我就… 我不看的,兒子,你為甚麼 你看吧 我看到下面在擾讓的時候 消防員已經設置了氣墊 在頂樓上 我看到後樓梯有窗口 那些後樓梯已經側滿了 可能是消防員、談判專家 唯獨有一個人穿著藍色衣服 背對著窗口 那個人僵持著 我聽到他應該是欠債 甚麼都沒有錢還 那些… 因為他很大聲 他叫得很大聲 但那些談判專家是中度聲線 那個位置距離我家 其實是大約二、三十米左右 很近 也聽到她說甚麼 而且看到她們的樣貌 說時遲那時發 我媽媽再問她跳了沒有… 我再看一看 她就向後跳下去 其實她跳下去時沒有寫 她直接掉到氣墊 但她一掉下去時 其實速度也快 我看到她有個影子 在她的身體上扯出來 我心裡…難道靈魂出竅嗎 那一刻就這樣看見 黑色的 那個影子好像粵語殘片 剛才轉彩色的顏色 很淡的顏色 是跟她穿同一件衣服嗎 一模一樣,是她的… 淺色版 對 但她是向後跌 她飛出來的那是跟她反方向 向前,即是你看到她的樣子 她的頭是對著這樣 是抽離出來的 很快的 然後有一個殘影 她向天飛到一半就沒有散 因為她本身是淡色的 一邊淡淡淡就沒有了 然後那些人很激動 因為她掉下去 然後那些人走後樓梯 然後就散掉下去 但唯獨是藍色的三個人 還背對著玻璃 還繼續站在這裡很久 我第二個想法就是 她應該不是人 為甚麼 因為我覺得她無緣無故 又不是工作人員 又不是一個參與這件事件的人 為甚麼會站在那裡 又沒有反應 沒有反應 她從頭到尾站在那裡 一直站在那裡 過了幾天 我看到社交媒體上有些群組 有分享我們那條村的事件 更新這件事件 她說這個人 之前欠了很多錢 去澳門賭錢 她沒有錢還 應該這樣想輕生 有個聲稱鄰居的人 說他們接了這個人 回家後 他一直是呆呆滯滯的 甚麼是接了回家 因為他進了醫院 出院了 出院後 回來後 他一直都是呆呆滯滯的 他不像以前的自己 如果要聯繫的話 可能他的靈魂真的會離開 他感覺好像尋拍一齊 對…嚇走了 我不知道有否其他人看見 我很想求證一下 到底我看的東西有否看錯 也不奇怪 可能三、七拍 會驚嚇的時間會飛出來 不過下次不要看 跳樓的東西 對 我也不想看 媽媽叫她看也不要看 我也不敢 其實我很害怕 如果在街上看到那些 你不要對著眼睛 待會一會 對著一會,不小心 回來後還有一些旅行的經歷 可以分享,對吧 好,我們回來第二節見 Ewan,我知道你是一個獨立者 平時也有機會出旅程工作 有時出旅程也會遇到這些靈異事件 也有,反而這次的靈異事件 是我跟朋友去旅行時遇到的 那次我們去三亞旅行 住在一間高級的酒店 每一棟有獨立的升降機 我每次上升降機 我們是三樓,住三樓 每次上升降機後 就會在一個密閉等升降機的空間 沒有窗 一出升降機就會有感應燈 然後這裡就會有一個感應門打開 你才會出到走廊回房間 有一晚如是者,我回到酒店 我的室友打算先洗澡 我去旁邊的房間問一下 我們那個女生 她負責行程 我是住頭那間房間 第二間房間不是我們的人住 是被其他奔客住的 然後隔一棟很厚的牆 然後才會到那個女生的房間 以及另一對朋友的房間 當我經過感應門的時候 我這次走過去 我便預料她打開門 結果當我走過去時 那扇門很慢地打開 原本是很快速的 我覺得很詭異 在這些位置,其實通常你看電影 你會覺得很害怕 叫人走,別走 我便著魔地站在門口看進去 我問為何這麼奇怪 當那扇門慢慢打開時 我一直這樣看進去 全黑的 因為正常一開門,那扇門會亮 然後變成深淵、很漆黑一片 我在那扇門的時候 那扇門還有扇門的燈 當你看進去,適應黑暗的空間 你便開始看見黑暗的深淵 有一個影子站在那裡 我便開始心寒 我第一次覺得心寒 我想走,但又走不動 之後突然有一種很奇怪的聲音 我完全分不出是男還是女 是否人 這樣喊出來 喊出來時是一個環迴立體的聲音 在我的頭上喊出來 是人喊還是動物 完全不會知道 我沒有聽過這個聲音 我嚇得馬上向前跑 然後我就跑去… 向前跑就走進深淵 不是,我跑去朋友的方向跑過去 對不起,太陽臭 不要緊… 然後我跑去前面敲門 敲他們的方向,說要開門… 又沒有人認我,便開始拍門 說要開門,不斷打開門 然後他們開門時 那位女生就很懷疑,說甚麼事 我便說,剛才在外面這樣說 我看到一些很害怕 我現在很害怕… 不行嗎?你們送我回房間 我很害怕,你們現在送我回房間 我打電話給我本身洗澡的客人 不行,在門口接我 現在很害怕 他們互送我回去 我呼籲了所有人 在旁邊的房間都叫他出來 然後走到那個位置 那扇門沒事 變成正常的事情發生了 然後我回到房間時又說一次 說完第二天吃早餐時 我又再說一次 真的很恐怖 我未聽過這麼奇怪的聲音 然後那兩個女生就說 其實昨晚你未來之前 我們房間也發生了一些事情 她說因為我們回房間後 他們坐在房間的客廳 坐著聊天 聊天,突然間房間閉上了燈 只剩下廁所的燈燈 但是很暗 她聽到裡面有聲音 不是人聲,有聲音 在掃著他們 可能有化妝品、護膚品的東西 在掃著那些聲音 即是哪個碟 對,掃著而已,沒有弄倒的 突然聽到有人敲門 就是你 就是我 然後我敲門時 突然全房間的燈都亮起 然後我們嘗試拼湊故事出來 發生了甚麼事 說說真的發生了甚麼事 也解釋不到 解釋不到 就是懷疑可能… 你不應該去看那個地方 我不知道,但因為我真的走不了 好像著魔似的 我看進去,為何這麼奇怪 平時明明那裡會打開 我懷疑其實那個空間 是突然去了另一個空間 對 不過你真是壞事 媽媽叫你看,你又看 你不看,你又看 很奇怪… 還有一件事發生在家裡嗎 在家裡 有一次我被鬼捉 我躺在常隔床 下面放電腦、衣櫃等 床尾就是那條樓梯上床 我突然窄醒了,睜大眼睛 全身動不了 我只看著斜視床尾 看到有個女人站在床尾 我不知道她到底是站在樓梯 還是她浮在那裡 很清晰,我還記得她的樣子 她是一位女生 穿著黑色長裙、長頭髮 她就這樣看著我 她又不是很兇的 不是目露空光的 純粹就這樣站在那裡看著我 那一刻,我又不怕 我覺得很生氣,因為阻礙我睡覺 當時我這樣睡覺 我想用左腳踢她 我一直動不了,信念告訴我 用腳踢走她… 我真的覺得很累,我要睡覺 她一直看著我… 當我真的動得到時 我的腳就凌空地踢了一下 我整個人都醒了 然後我就坐著起來 當然她已經不在 不存在於這個空間 過了幾天,我去朋友的家聚會 我有個朋友剛學習SRT 做了靈擺清理 是 她問我最近有甚麼想清理嗎 我問我當晚在家裡發生了一件事 她說是否可以清理 她說也可以 看看有沒有思念 但她的清理純粹… 我甚麼都不用做 她說自己… 然後她說要清理完了 對… 然後我就說好,麻煩你 那我就清理完了 麻煩你 清理完 那一晚我發了一個夢 到現在還記得 很清晰的就是我在街上走一走 突然有一個路人 就衝過來跟我說 有一個人在殺人 我當下心想不行 我要去幫他 我一直跑去他 告訴我發生在凶案的位置 跑到去的時候 我看到兇手在肢解的事主 但那件事不是血淋淋的 不知為何他幫我美化了 他沒有血淋淋的東西 前面有一個很大的鍋子 有很多滾水 他把肢解原的身體放進鍋子裡煮 他還要有很大的鑊鏟 我看著那件事說不行 我要救這個人 然後我衝過去 我看到那件衣服和褲子浮在這裡 我立即拿起那件衣服 他說不行,我們走了 然後跑去一個公園的物體 他突然幻化了一個人 我還記得他的樣子 但我不知道為何不能分辨 她是男還是女 然後他跟我說 謝謝你,謝謝你幫助 然後我說,嚇甚麼氣 不要緊 很有力氣 我在腦中 是這樣的,發生了這件事 然後醒來,給你做夢 夢,即是做不成 夢 夢不用理會,很理會 有時候也理不成夢 有時候來到這些位置 但我覺得個人經歷完這件事 舒服一點就走了 輕了 這樣也不錯 好的 然後有一宗 是否像你開直播的時候 也有些怪事發生 對,因為當時我在社交媒體上 做直播 我以前也很喜歡跟追蹤者說鬼故事 我自己也喜歡說鬼故事 我又會接觸好電話 有恐怖音樂 有大麥克風 跟Edmond一樣 有效果 他的靈性 因為我打算感覺好一點 大家看的時候 有一次我說說鬼故事 說完一個,打算再開始說的時候 有人留言 你看到你後面又有一個人站在那裡嗎 只是嚇你而已 然後我說對,我便覺得玩東西吧 明明說你後面就站在那裡 我就告訴他 他說不是,後面站在那裡 跟你差不多年紀的男生 跟你也挺像 然後我越想越害怕 我心想不會吧 我心跳得很快 我覺得應該是有些東西的 因為我知道我以前媽媽在生 我之前是失誤了一個嬰兒 我知道這件事 但我沒有特意去查證 你也不會在直播上無緣無故說 我又好奇心 然後我去訊息那個人 我說你看到那個人 你可否形容一下那些東西給我聽 他說那個人跟他說他是我弟弟 沒有理由,他應該是你哥哥 是哥哥 對 但我不知道原來他怎樣說 他就跟他說他是我弟弟 我有一個疑問 就是覺得如果是那時候 寶寶失誤了 為何現在會跟我差不多年紀 其實他會否懂得長大 然後他又為何會繼續存在 但那一刻我沒有害怕 因為我覺得我始終是家人 而且我本身是獨生子 我沒有兄弟姐妹 那一刻我又覺得 好像有點溫馨 因為我會覺得 原來我長期也不只有我自己一個 原來他身邊的話 我不知道這件事對他來說是否不好 他繼續流連了 但你問我 我又不會覺得身體不舒服 或者經常感覺到很奇怪的東西 在家裡 純粹因為這件事上 我覺得有些好奇 到底是否真的存在這件事 然後他是一個寶寶的形態 但又變成成年人 真的要問媽媽吧 對 問媽媽,除了哥哥 我沒有一個弟弟 也會是梁姐姐 對,可能你不知道 我也… 我回去研究一下 再問問媽媽 回應我們 好… 現在媽媽正在看 我想她應該不敢看 好,如果有答案的話,讓我們知道 好… 好,今天麻煩Ewan 跟我們分享一些靈異經歷 下次有其他人再上來分享吧 好… 靈異事件,想則有 不想則沒有 好,4天9日,下集再見 剛才Ewan說過一個點也挺有趣 他在討論究竟人死了的靈體 會否長大 我就想想我自己最愛的一套電影 就是鄭聖文主演 裡面有一個靈體 就是小朋友的模樣 但跟我們說 我89歲了 究竟他們的肉身會否長大 還是他們其實裡面有長大 但肉身顯示還是小朋友 我知道你在說哪一套電影 但我經歷過一些個案 有這麼多年來維持小朋友的模樣 但有時可能在她後面看到 她真的有年紀 跟逐你這麼多年 有時會感覺到 你是否有位叔叔 或是否有位姐姐 或是有位小朋友 或是有位小妹妹 你會知道她是跟著你的年紀 我想看看她想變成一個模樣 是怎樣 如果我保持那個年紀的說話 她就知道是她 是 對嗎?我就告訴她 這個是我,你才知道 如果我長大了 你不知道她是誰 不認得 你不認得 哪位是你 對 但我聽過很多人真的會長大 不然她不會要求 我一樓下認識了誰 要女朋友 認識女朋友 對,我要認識女朋友 如果不長大,要認識女朋友 要讀書或認識女朋友 其實我覺得是會長大的 我又覺得 你能否證實到她結婚還是甚麼 我覺得應該是報夢 是她想來報夢的 我相信不會是當事人 或作為世人自己創造出來的 因為她們證實到 真的能找到對方 那倒是 但無論如何,我們無法分辨真假 是,暫時無法分辨 所以我們的節目應該會繼續做 是嗎 沒錯 對,那就慢慢再印證 你繼續看多點就知道 也是這樣